我这把年纪呢 就是四斤前为浮云 也没有特别好捞不捞的 说到自己也想笑 艺人沈月琳凭着幽默主持风格 韦娃王称号也不是叫假的 今年狂揭十八场傲视演艺圈 但他透露今年因为不少场次强碰 只能忍痛说拜拜 电视节目加网络节目 就基本就已经占掉四天了 所以只能够剩下有限的天数呢 然后来安排韦娃场 所以当然能安排的就非常有限了 很多时候只能割爱 好不容易盼到各大企业恢复半尾牙 让闷了两年多的尾牙艺人 火力全开准备大赚尾牙财 偏偏今年过年比较早 有些尾牙找上门 只能眼睁睁的Let it go 但量缩总能靠台价来补足 我过去的酬劳15也有18也有 那今年呢25 所以大家要为我们台湾掌声鼓励 那就表示我们的经济好转 因为厂商他们那个也赚蛮多钱的了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威廉省呢 这两年呢也比过去更红了 以沈玉玲来说 疫情前每年尾牙平均接30场 今年估算少接12场 每场价码25万 算一算等于推掉300万 年底企业尾牙季 艺人歌手把握机会尾牙尬场 狂吸新台币 至于无缘的场次 只能指望年后春就不回来 净新闻乌亚天皇贵委采访报道 大贼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